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繼續回到要塞採經台的直播環節 來到這節已經是全日總結 深夜嘉賓換來我們研究部的另一位經理 就是陳偉聰 跟我們分析一下今天港股方面的表現 Jason 你好 阿鑫 你好 先和你跟進一下港股方面的表現 看到隔晚美股方面反彈了28點 恆志今早都高開57點 但一度反過來要跌 受著A股方面繼續困擾 但見到下午回來 A股做好的同事港股得升 看到現在這一刻都在升70點左右 做的是24,555點 先問你 Jason 見到恆志方面 最近都比較波動 其實是否繼續受著A股去影響 24,200點會否有支持 今天A股方面 下午的表現相當強 都彈得相當厲害 但如果你看看港股 特別恆志方面的升幅 又似乎是跟不足的 都很簡單 因為見到一些中資金融股 有個上升 但同時間都見到 之前一陣子都升得比較厲害 一些地產股 一些本地的金融股 又或者一些公用股 今天都回得比較厲害 再加上一些比較大隻 例如中移動方面 今天都是要下跌的 另外騰訊方面 今天都是有個回調的 所以變相對於恆志方面 似乎有個拖累性 反而你說國子那邊 今天就做得相當好 都升了百幾點 升幅方面都叫做跑贏恆子 如果你說說基本面 我覺得今個禮拜 接下來的時間 大家都仍然要留意 究竟內地哪個流動性的變化 今天見到人民銀行 做了九百億的逆回購 當然這是一個利好的消息 但都不能夠忘記 下個禮拜初開始 有超過二十隻IPO 就會進行招股 大家都會預期 對於流動性的收緊 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如果你說去到今個禮拜 星期四的時候 究竟人民銀行 會不會再用一批 比較大額的逆回購 希望再向市場注資 這一個是有過的衝勁在 另外也都要看回 現時內地方面 之前出的PMI的經濟數據 都一般 大家都有過的衝勁 會不會有機會降準呢 這個因素都會影響港股表現 除此之外 究竟中正監 對於兩融那邊的打壓 或者對於一些銀行理財產品的監管 會不會進一步加辣呢 這個也都會令到整個市場的氣氛 究竟是能不能夠好轉 一個很大的關鍵來的 如果你說這些因素都不是真的那麼差 照計你說過港股之前 由高位25000這些位置 跌下來跌到24300這些位置 初步在這條20天線那裡是有個支持的 見到在昨天來說也好 或者今早來說也好 當我恆子跌到下去接近這條20天線 都叫做是頂住 那昨天的跌幅就收窄了 那今天就甚至乎是出現一個倒升 那如果你說接下來那個恆子 能夠是成功穿回上面這條10天線的話 其實整個上升的勢頭都仍然是未改變的 好 看完恆子方面的表現之後 和大家看看恆子成份股 一眾藍醜方面的今天的收視表現 暫時來說最新是匯控造71.5.5 升的是2.5 中移動繼續跳跌的是8 現在是103.1 建行升8線 工商銀行升8線 中國銀行升4線 港交所跌4號 中銀壽最新報31.2 今天眼睛來講升幅擴大都升超過4 有幫保險跌超過1 騰訊控股最新報135.3 跌5毫子 至於金沙中國 反彈不超過0.5 現價做37.8毫半 長江實業跌6毫 新同基地產跌2.3 最新報125.1 九龍倉跌過半 中海外升超過2 華映之地正在調4線 現在正在調19.6 油價反彈 見到三桶油 色駛到明顯 中海油方面升超過3 最新報10.64 中石油8.61 星熊7指 升幅超過2 中石化燈升超過2 最新報6.19 拼能能源升近1 中國神華升5 最新報21.2 Jason 看到三桶油來講 升勢都明顯 主要都在講國際油價反彈 與此同時 見到國泰航空方面 293是藍籌中最差的 跌至4% 最新報17.32 全家因都是油價方面的走勢 見到過去兩天 油價已經連升了 差不多是1成1有多 見到三桶油明顯反彈 你自己怎麼看油價方面的走勢 很多人都說 結日反彈 短線都可以看淡 審慎 但你的看法又如何 我自己看油價之前 下跌至43美元 應該是一個短期的底部 接下來我亦都會相信 由早那邊 有機會在第二季 接下來的時間 會有減產行動 當現時環球資金量 都比較大的時候 就不排除有部分的資金 可能會重新留入 這些能源的市場上去炒作 所以你說油價再跌的空間 我看見未必會太大 所以如果你說這一陣油價 真的開始炒上來 甚至我自己看 去到第二季 是有機會上回到60美元 樓上的話 對於一些 就是之前受惠油價下跌的板塊 可能都會有些回頭壓力 你剛剛提到 就說國泰跌得比較多 除此之外 如果你說看回內地 那幾隻的航空相關股份 包括670東航 105南航這些 其實跌幅都介乎在 就是6%至8%左右 我相信你說這一陣的調整 就剛剛開始 如果你說接下來油價再跌的話 這一類的股份 其實都 如果接下來油價真的有機會再反彈的話 這一類的股份 其實再下行的空間 都挺大 所以大家這些位置 就要小心一點 好 講到這裡 順便跟進一下 內地航空股方面 整個板塊 是今天的收視表現 見到國泰方面剛剛說到 跌至近4% 至於東方航空更加跌至近7% 收報在3.71 南方航空收報3.8 都跌了超過6% 至於中國國航 要跌是近4% 今日收報6.88 Jason 和你談談 藍手裏面 今天的焦點股份 聯想集團編號992 見到 今天收報在10.92 都升超過7% 這份業績 今天都說 軟勝過市場的預期 這份業績 合併了IBM的視伏器 和Motorola的手機業務之後 首份的季度業績 雖然有順利倒退的情況 但依然比市場的預期 你自己收不收回 這次的業績倒退 都算是理所當然 因為始終收購的開支 和Motorola 都有一個虧損 拖累了它的表現 但如果你看到核心業務 包括戰能手機那邊 增長仍然相當強 這次的智能手機 在全球的銷售方面 都去到二千多萬部 你計過同比的增長 都超過五成那麼多 再加上 對於一些企業級產品的銷售 營收那邊 都升了超過六倍 所以如果你說 接下來能夠好好利用 Motorola這個品牌 進一步拓展一些 相對比較高檔的產品 在中國方面搶佔市佔率 照計聯想的前景應該都不差 所以這次的業績 純粹都是有一次性的因素所拖累 以及究竟Motorola 是不是真的需要很長時間 才能夠扭規為形 根據聯想的管理層的說法 根據他們的信心表現 應該就不需要太久 所以你說聯想 之前回了這麼多下來 業績做得好 我相信 將來的股價 有機會再進一步 挑戰到上面 可能是11.6 甚至乎再上12元 這些位置 好 主持人 爭取時間 不如跟你跟進 還有一個板塊 就是本地地產股 看到今天整個板塊都走遠 特別是順至8月3日 更加回調 超過3% 昨天看新聞都知道 本港樓市繼續有升溫的情況 金工局方面的總裁陳德林 都表示 有空間會退出是加辣的措施 與此同時 詳實方面都有公佈 去年售樓的收入是400億 但今年來的消售目標 只定在300億下降了 其實在樓市 接下來會不會有波動 整個板塊會不會審不審 如果純粹看政府加辣的消息 我覺得暫時對樓市 對地產股來說 未必有太大影響 因為大家都已經熟習了政府的辣椒 你說接下來的加辣的空間 是不是很大呢 相信未必 反而聯儲局方面 加息週期有機會是押後 所以你說樓價這一層的上升勢頭 我覺得起碼在今年 上半年以內都可以持續保持 那你說廠室那邊調低了那個售樓目標 那沒錯 但是都要留意 因為去年為什麼買得這麼好呢 當中都是有一個相當大的項目 就是在出售上海的東方匯經中心 那是一個一次性的收益來的 如果你說撇除那個收益 其實實際上那個套現的金額 就沒有說真的去到400億那麼多 所以你說今年去定回那個售樓目標去到300億呢 都算是合理的 當然繼續增長就比上幾年減弱了 但是就不等於說他對於整個樓市看得太淡了 所以短期裏面 我覺得這些地產股的回調空間未必太大 好 跟進了另外就是三隻的 地產股方面的最新表現 剛剛跟大家說了 詳實要行收同基地產 看看行基方面 今天來說跌了1元 收補於55.5元 新世界發展升了6千 收補於9.36元 至於順次方面剛剛也說到 跌超過3% 今天收補於12.74元 好這段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Jason 和你做回申報 提及過幾隻股份 或者指數的相關資產 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謝謝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將會是國語的節目 和大家總括互股兩市方面的最新表現 請 defensiva